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北轩 大胆 父神 陈 你怎么 敢 去 主人 会朝内的人已经全部解决了 这群人在边境 不知犯下了多少罪孽 死不足惜 输 如何找到黑屋教 还得靠这些灵魂带路呢 主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当然是 胖逆屋门 龙哥 你说这会场里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杀生大作 但很快就小无声息了 你笨哪 自然是那对男女杀进去 屋门长老们出手 把他们拿下了 他们能在这么多巫主手下支撑好几分钟 可见绝对是高手 那小妞死得太可惜了 若能捉住脉出去 必然要脉出天价呀 龙哥 这是怎么回事 会场之中 十九脉屋门高层集聚 怎么可能放着他们安然离开 龟原 什么东西 主人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杀上黑屋教总坛 找到大屋神 说他真杀了俞文静 我就让整个屋门 为他陪葬 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 我此去救人 兵贵神速 带着你探累赘 被主人嫌弃了呀 谁 难敢杀我子孙 灭我分身 不怕本身报复吗 他 你会找出那个人 让他能错过杨晦 你别心头之恨 是 祖师 今天没有多少飞扬入境的 往常这个时候 有不少华瓜商人会进来 能从他们身上 捞到不少好处呢 你们看 那是什么 这里是碧国边境吗 是 好 长官 怎么办 整个关卡都被那个人冲垮了 还能怎么办 立刻上报 滴席呀 这是怎么回事 阁相 根据前线报告 似乎是有华国的超级强者入境了 华国的超级强者 怎么会到我们碧国来 而且还是正面冲撞关卡 我会立刻上报给部长与总统 并且通知黑乌教的尊者们 传我指令 命令坐镇西北边区的莱昂将军 马上组织军队 一定要拦住那名华国强者 如有必要 可以动用武力 击毙他 是 阁下 哼 华国的强者 胆敢攻入碧国 难道不知道 碧国是我黑乌教的地盘吗 经尊者 您的意见呢 新乌主隐落在了华国 无神震怒 现在又有华国强者杀入境内 真以为我黑乌教是你捏的 立刻调动所有军队 不惜一切代价 殲灭那人 我也会让本地分坛的巫师们 助你一臂之力 是 尊者 敌人将在十分钟之后 进入预设阵地 火炮准备 船课准备 狙击手准备 随时开火 开火 经尊者请放心 在我的炮兵营下 便是一只蚊子都飞不进 无从 国防部有点小题大做了 几百人就能对付 还非要我们调动大军 这军队开拔 不需要有钱吗 曾絮 你快看 凌空虚度 与空而行 这是神经 开火 所有人立刻开火 叛克营呢 立刻把他们调来 一定要围杀这人 这也太恐怖了 上啊 所有人全部开火 敢退缩的 军阀处置 当年 大巫神就是这样 纵横战场的吧 独自量力 好痛 多谢尊者 尊者 请出手 击杀那个华国人 已经晚了 那尊者 我们怎么办 陈北玄此来 未必是冲着我们黑乌教而来 说不定只是路过 你无需害怕 你是黑乌教的人 黑乌教大巫神座下 乌贤尊者 其乌贤 拜见陈仙士 不知是仙士到此 还请恕罪 黑乌教的人 都该死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 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 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 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 殷姬的女子 纠结了 别 何时才能为您告证吧